预言故事,驴子与狗,驴子与狗一起外出赶路,发现地上有一封密封好的信,驴子捡起来,撕开封印,展开信纸大声朗读,信里含到饲料,甘草,大麦以及康夫,狗听到驴子读的这些,很不舒服,不耐烦地对驴说, 好朋友,快读下去,看有没有提到肉和骨头,驴子将信全部读完后,正没有发现信中提到狗所想要的东西,狗就说,把它扔了吧,朋友,都是些没有什么兴趣的东西,编者的话,社会上,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冲突, 都来自于,私心,有些人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周遭的人事物,少了替别人着想的铁贴,少了成他人之美的气度,才会有无穷的怨对之气, 不极之心急紧张的人际关系,如果能少一些,我,的坚持,社会将有更多,善,的美事得以成就,这样的社会不也挺可爱的。